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雪山 森林 河谷 湖泊 这些大自然的美景仿佛让人置身童话世界当中 这一次 极客们将会在这个童话国度进行极限评测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来到瑞士 迎接我们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 这里是英特拉肯小镇 坐落在少女峰山脚 极客们今天将会从这里出发 冒着暴雪登顶少女峰 少女峰是瑞士最为出名的上峰 被称为欧洲之巅 位于瑞士英特拉肯市至南俄30公里处 海拔4158米 横更18公里 宛如一位少女披着长发 盈装素果 甜静地仰慕在白云之间 自助山山顶常年被冰雪覆盖 而山下却绿草阴阴 风景秀丽 是欧洲著名的旅游和户外运动的圣地 从英特拉肯火车站搭乘前往少女峰的观光火车 就能到达这个欧洲之巅 平时往返的火车票价一等座每人198法郎 上山火车全程两个多小时 通过火车窗口 你可以尽情地领略这物饶白币的景致 现在极客们就来到了有欧洲之巅称号的瑞士少女峰 海拔4158米 究竟我们会带来什么样劲爆的内容 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来 少女峰 欧洲之巅的雪 来 吃啦 可以 Cheers 哇 好冷啊 好了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手机的拍照横屏 手机呢已经放在下面十分钟了 就是我们除了会测试手机的拍照质量 还会看一下他们在极限环境当中 能不能正常使用 现在我拿起来看一下 机客们将在这个寒冷又干燥的环境下进行活动 那我手上这么多款面膜 究竟哪一款能够保护住我们精秀这个风雪后的皮肤呢 我们晚点再看吧